字柴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昨晚美股回穩 帶動今天港股高開 高開114點 之後走勢習幅上落 不過今天在美食中移動帶動 恆指方面做好 恆指方面收市21623點 升了218點 成家方面減少了 剩下627億 我們今天看看 俄維方面的股市 對港股影響是怎樣 好 看圖表 大家看看走勢圖了 這個恆指走勢圖 今天來說反彈一點 你說形勢上是否改觀 其實也不是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畫一些線去看 現在市場走勢裡面 角度力為多少就是這個 好 這條線 支持點是誰 就是這個 好 好 把這條線變回粗一點給大家看 好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做黑色的一個顯示 好 這樣 這個就是阻力 這個 就支持點了 所以留意一下我們現在暫時看走勢方面 如果要向上 那個阻力為多少 就是這個21865 21865點 就是這條線 下面支持點是多少 就是這個 215500 21558點 所以大家暫時來說 不要太樂觀 現在有機會 市場也會再回一點 直到什麼時候會好 升破這個阻力線 就有機會 不然在現在的幅度 隨時有機會有回套 所以大家暫時來說 不要太樂觀 然後 你說外圍方面股市怎樣呢 好 看看美股 美股走勢 美股走勢 在昨天 跌下去 應該說這個跌幅來說 在美股方面 先跌了這個 125點 好 之後 在昨晚 就升回這個 73點 這個跌125 這個就升回73 所以剛剛有個走勢 就有所謂的 反彈 這個反彈算好嗎 其實也算好一點 反彈 跌幅是三分之 大約 所以這個反彈也算好一點 不過現在暫時 美股方面 你小心 因為現在 可能有回套空間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至於另一個 英國股市方面 英國股市在這部份來說 就沒有美國那麼好 這裏走勢也弱一點 所以你見到走勢線來說 都是向下 法蘭克福德國方面 同樣都是向下 所以暫時來說 你看看 歐洲股市有個轉落 美國那邊 雖然現在作慢有些反彈 狀況 不過小心歐美股市 短暫有少許回通空間 這個要留意一下 至於你說上海方面走勢怎樣 國內股市 國內走勢來說 之前跌幅比較大 這個跌了5% 所以暫時來說 國內股市會比較弱 日本方面怎樣 日本也是 走勢中平均跌破了 所以香港現在在這個情況 上海 日本 不太好 未有機會 會轉弱一點 所以港股方面 走勢 大家小心一點 暫時就不要那麼樂觀 有位朋友要回答 要回答他的問題 這位叫羅小姐 羅小姐問及到 他有三隻股票 一隻是1398 一隻是3988 一隻是200 這三隻股票 如果真的遇到一個問題 走勢有些回落 怎樣辦好呢 分別這三隻股票 也有貨 留意一下 這個1398 走勢是這樣的 沒錯 市況方面 有一個反彈 不過兩條平均線 都心想窄了 但兩條線都未碰 另一隻 3988 就是這隻 這就是中行方面 走勢方面 中行這裏比較弱一點 兩條平均線怎樣碰 另外200 一個盈富基金 走勢方面 兩條線都未接合 所以這三個股票 如果真的遇到問題 要減時 先減時哪一隻 就應該這隻 3988 走勢這裏來說 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現在來說 走勢有些回軟的狀況 應該是分批減時的狀況 現在暫時來說 可能3988 可能比較弱一點 這個中行方面 留意一下 近期走勢方面 廣告反覆一點 如果大家想轉移一下 投資陣地 留意一下外匯方面 外匯方面 如果大家不太熟 我們有個外匯班 外匯班 是今週四開課的 22號 上午班10點 大家想在投資方面 多一點的選擇 不要只說在港股方面 旗幟方面 我會有一個選擇 留意這個時間 上網站看看 明天再見 拜拜